好 再來 三十八題 一百零九年統戰第三十八題 這一題是從第十一章裡面的性質 讀十九 讀讀粉飾 是求組合面筋 組合面筋自己切啦 我切左邊 右邊 沒有問題 對於行星錘直走 行星錘直走 你要不懂這一句話是在講什麼 什麼叫行星錘直走 就是說齁 這個整個一字形的面積 你可以找到一個整整的一個行星位置 這個行星位置怎麼找 你要分開找啊 就是從 綠色的是左邊這一關的行星位置 就是利用他的面積 右邊這一塊 綠色的是右邊這一塊的行星位置 對不對 你可以做標 你可以求將的面積 利用這兩個 球中 整個組合面積的 做行星位置 就是這個黃色的位置 我們叫做歪八組 對不對 好 這個就是齁 整個的行星位置在這邊 他說 行星錘直走 橫的叫水平嘛 直的叫錘直 所以說齁 他在說什麼齁 他在說齁 通過這一個東西 的 色的軸 叫做行星錘直走 這樣知道嗎 這個叫行星錘直走 好 好 球他的什麼 幻星球 幻星錘是什麼 繞著他 對不對 這裡我插一個竹 竹 竹籤 像一個扇子一樣 繞著他轉 繞著他轉 你就要小心 小心什麼 第一個 這個這個一位他的行星位置在這裡 這個行星位置在這裡 你會用到199.0 對不對 會 再來 你可能會牽扯到 因為這是矩形嘛 矩形的話 就牽扯到 那個B跟H的燈焰 如果是水平的話 B跟H同學沒有溫度 但是如果是垂直的話 你B跟H同學要變 要小心 什麼 什麼 這個我們再來就是 第十一章 平面戲只有講過 所以你把這個幾個關鍵 封走了 就要小心 好 所以這個是繞著這個來轉 來 看一下 第一個 第一個 我們要先 求出他的行星位置 這樣怎麼可以 可以 你就是求出這個歪吧 怎麼求 你要把 總面積算出來 左邊這個綠色的 請問面積多少 十二乘上二 所以這個叫做A1 沒有問題 右手邊藍色的 我把它行過來 六乘上四 也是二十四 我叫A1 沒有問題 接下來 X1是左邊綠色的行星位置 沒有問題 沒問題 這個很好球 在對稱的位置 2的一半是1 對不對 藍色的行星位置 是不是也在正中間 6的一半是3 再加這邊的2 所以是5 OK 所以整你的總面積 是不是 24加24 可以 所以我這樣直接算 總面積 我就這樣寫 24加24 這個叫總面積 乘上Y棒 總面積的行星位置 總面積的行星位置 我用黃色的行星位置 對不對 會等於什麼 等於 這邊的面積 乘上它的行星位置 右邊的面積 乘上它的行星位置 沒有問題 可以 等於什麼 左邊是24 乘上它的行星位置 是1 再加上 右邊的面積 也是24 再乘上它的行星位置 是5 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整體面積的行星位置 是這個 是求出來 所以整體的行星位置 裡面 這個 位置 我算出來 是3 這樣知道 我在定義的時候 我就是定義 我寫一下 寫這邊好了 I C 等於 A 乘上 A K C 這個是慣性曲 那如果是慣性中間的是不是寫完整一點 是不是等於 IC 等於 這個比數是IX 對不對 再加上 A A A F F O D 都對比 寫一下 這叫平行軸 對自己以後 I C 等於有 用我們的平面性 記住要用到這個 好來 繼續看 所以我們現在要求 整個 物體繞著這個 通過整體的 行性 直軸 的 IC 也就是慣性 這要做啊 IC 注意喔 我現在分兩次分喔 一個是分 綠色的 左半邊 再加上 藍色的 右半邊 某個別有型 引擎走定 你喔 這個都是 小心計算 接下來就是小心計算 第一個 欸 同學 按到這樣轉 我們舉行的 比面性值 也就是慣性 是多少 是不是叫做 十二分之 DH三次嗎 那你要看這個喔 如果 你是到這樣 上下旋轉 下面是B 上面是X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到這樣旋轉 你要換 所以這個 反而就變成B 這個 2 反而叫做 H 同理可推 同理可推 這個6是什麼 H 這個4是什麼 是B 就變成你 要小心喔 因為你現在繞的是 這個 合肌軸 這樣 開始寫 所以你要先寫 前面 裡面的性質 十二分之 H三次方 B是多少 綠色的這邊的 B是12 H是多少 是2 2的三次方 我藍色 我藍色 右手邊 順便行 是不是 原是12分之 B是4喔 H是6 6分之三次方 小一點 好 這樣OK嗎 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他們個別的面積 可以 轉上 你 零行走 一位的 距離 對不對 你看一下 這個綠色點 到這個黃色點 應該距離是多少 這裡是1 這邊又是1 1加1 是不是2 所以這裡 是不是2的平方 可以喔 好再來 看右手邊 藍色的 這個綠色點跟這個黃色的點 距離多少 距離數字也12 對啊 也12的15 你慢慢的行方向速度 這樣就可以算出來 這樣OK喔 這個就要給你去算 算出來答案是22072 這就有C4直接翻掉 所以我們是以109元 要選做選歌 是不是直接翻的嗎 我們就是手手腳 好 關鍵到碰碰